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台北市的意念王 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很久沒有來,現在就吃別的品項 80年老店,生意非常好 那我一位 好,謝謝 好,那今天就吃別的品項 好,那我就點大概這樣 是點乾麵,但是我這次配餛飩湯 小菜點不一樣 好,那店員的生意非常的好 好,那剛剛店員已經在點餐了 所以這個速度非常的快 好,我剛剛真的沒開到 台湾口味80年老店 好,又賣冰 好,店內冷氣很強 好,老實說 原本我是要吃別的地方 但是 反正這樣我想吃什麼 他就不開內 好,那就是80年的老店 好,那拌開時間跳過 好,那現在拌好了嗎 就試試看 試試蛋補蛋 IQ零蛋,你聰明 五分蛋 不要這樣 一直滑一直滑 好,下去吃吃吃看 嗯 好,不愧是老店 鹵蛋鹵的入味 好,再來是這個Q彈有盡的意麵 嗯 這意麵的味道相當的好 然後 拌上這個紅醬 就非常的有味道 古早味 好好吃 應該還有這個豬油的香氣 應該是這個豬油跟油蔥 喔,油蔥炸很酥喔 香噴噴香噴噴的 嗯 嗯,好吃 相當美味 它這個紅醬就甜香甜香的 嗯 不是死甜啊 是微微的甜 好,很棒 好,墊墊冷氣很香 吹起來也很舒服 好,這個意麵啊 越嚼越香 越嚼越香 相當的棒 嗯 好,值得各位朋友細細品味喔 相當美味 好,真的很好吃喔 好,所以是滿分 好,真的很棒 是簡單的小東西 但是吃起來就非常的美味 好,就是 就是 餐點都有到那種 路火純青的感覺 感覺 嗯,讚 非常好吃啊 好,剛剛小姐有講到說 它這裡面是甜辣醬 再來是這個紅燒肉 真的切得相當的薄啊 好,這紅燒肉1分450 嗯 雖然偏瘦 但是這個肉汁吃起來 是滿香的 嗯,好吃 那古早味喔 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 這個有一點油花的 這個太健康了 非常健康的紅燒肉 嗯 嗯,感覺上幾乎沒有脂吧 嗯 好,符合這個健康的需求 不過是 口味上我覺得是90分 好,三兩下又吃飽 嗯 好,再來是這個 肥肢肥肥肥肥肥肥的五花肉 這個好 嗯 這有看那個 有回啦 嗯 嗯 嗯 但是這個 三層肉啦 三層肉 三層肉味道 還是沒有爐洲的好 爐洲它是整塊煮 然後再切 隨便肉汁咬出來會 一直蹦出來 好,真的吃過這個 爐洲的三層肉之後 就回不去了 比哇 大爐洲切仔麵 一定要點三層肉 非常的棒 會讓你這個 回味無窮 好 但這個 肉 油脂四溢 很香噴噴的感覺 也是很棒 我覺得是90分 剛好肥 肥額不膩 嚼到就 有很多 洞出來的時候 然後還有這個瘦肉跟醬油的感覺 它這個豬皮 Q彈Q彈,讓你口中爆開 好,真的很棒 蜊 premier 有那種 嗶り嗶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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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嗶aste Eight wana 好,好吃 好,再這個 餛飩湯 好 Connection 我想要點餛飩yani麵 先說還是點乾的 加點胡椒混 來夾掛牌 嗯 哇這個混沌很有味道 裡面感覺這個餃裡面也有油蔥酥 裡面的肉餡有醃過 所以嚼起來很有味道 好,香噴噴香噴噴的 好,真的很棒 這個湯夠香,大骨湯 哇這個油蔥很香 嗯 不愧是老店,真的很美味 嗯 好吃 這個小肉餡在口中這樣Q彈這樣蹦啊蹦啊蹦啊蹦的感覺 真的很棒 我把這個皮吃掉,可以看到這個肉餡 有那種 彈牙的感覺 又很有味道 點上以外不錯,好吃 好吃 好,這個我覺得是滿分的 很棒 意麵也是滿分的 好吃 好,最後是這個青菜啊 我有吃青菜,我有吃青菜,我有吃青菜,我有吃青菜 好,這道真的比較清爽的感覺啊 是我心中喜歡那種,清清爽清清爽爽 好,空心菜也夠嫩喔 好,所以我覺得分數是90分 然後店內冷氣很強 老店,然後服務人員也都非常的有禮貌 好,我覺得是滿有特色的老店 好吃 讚 價格上稍微小小貴一點 是我的感覺啦 250 250,謝謝 好,謝謝 好,那這邊也有賣冰,很特別喔 就算是麵店也有這個冰品 好,這個麵相當的美味喔 好,這是小菜 好,補麵的話就在這邊 今天 現在還沒要煮喔 反正就很好吃了 好,那完整的菜單在這邊可以參考一下 是...還蠻不錯,蠻好吃的喔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 掰掰 好,那走一小段接近好了 好,有一個阿旺阿華 剛剛我還在猶豫說要不要吃這一家 感覺聲音也相當的好 好,那價錢也蠻便宜的喔 肉絲炒飯70塊 然後 最貴的也才80塊 這家可以喔 蠻便宜的 好 越南小吃 好,那可能我的影片就 又不是什麼音效非常棒 還是字幕配得非常厲害 那就是很平實阿 那希望各位朋友會喜歡 好,這個是萬載蜘蛛餐 好,但就是這個帶給你真實的場景阿 好,其實我已經錯過了好幾家店了喔 原本我今天其實是想要吃那個 岩山夜市的滷肉飯 但是到的時候才發現他今天沒有營業 哈哈哈哈 好,反正 每次想要吃什麼就不開什麼 那剛剛在到這個 池柚宮 池惠宮 池惠宮那個 那一條美食街去看 結果也都是沒有開門 好,就希望這個 臨時拍攝的一面王 各位朋友會喜歡阿 反正這個情形蠻常發生的 有時候我想吃什麼就不開什麼 好,這家應該也不錯啦 好,現在相當流行的娃娃機 好,這個發雞小籠包我之前有來吃過也拍過喔 各位朋友可以再翻我的影片去就可以看到 好,這小籠包店建議打烊了 剩一個炸雞店 好,今天晚餐就這樣結束了 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 祝各位朋友愉快的一天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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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